先前面 先上 大批警方全部武装分进合集 到不同楼层展开具体搜索 眼看诈骗事业东窗事发 嫌犯只好双手一摊 坦诚犯行 好几只AP名表都被查扣带回 因为这些奢侈品都是诈骗集团 利用赃款买来的 最早要放你起 三四百块 对 我刚联络了 他收财的时候他已经讲 请问调查 竹联邦序人会失信成员 勾结银行理财专员购谋诈骗案 由专员跟客户联系 工程有更好的投资管道 而且可以按月支付 16%到24%的年利息 又使被害人砸钱 一开始都正常出金 直到去年8月有被害人 没有按时拿到利息 这才经绝被诈骗 说不清查 共有四人受害 金额高达4800万 除了在社群媒体 分享日常生活 凸显交由广阔 这一名理财专员 还会时不时晒名表 自拍照 营造出高人气形象 成为主贤成立的这间公司 大门申索无人印门 在案件爆发后 任去楼空 对此当时银行回应 这位专员已经在2020年3月离职 案件也已经进入调查程序 本应替客户规划投资工作 却反倒被帮派吸收 不但有损前东家形象 以让自己的信用 打上大问号 三立新闻 黄云凡阳心仪 台北三宝报